嗆嗆三人行 今天马博士和徐老师都在这 咱们可以说说一种你们不吃的东西 孩子看一张照片 这今天的新闻 这个日本的明智奶粉 我就说反映了我一个担心 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 他们老是嘲笑我 比如说我说我不去日本 对吗 因为尽管我说日本人很负责任 没有什么辐射 但是怎么知道 比如说我到现在 自从大地震之后 我也不吃日料 吃过一次 后悔了一个月 你怎么担惊受怕 我就觉得政府 我还是在香港吃的 我觉得政府真的为这事负责吗 咱们吃的生鱼片 真的就没有放射性物质吗 你看我有一种不不信任 不安全感 好 今天出这个事 明智奶粉 里边含有放射性色 超标 那么超标日本方面讲 本来我还不担心 因为日本方面说 那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 你们中国市场上用的 不是在日本本土生产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你看刚才那一块 他没想到很多中国的父母亲 是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 那这就又有问题了 他托人带回来也不表示 他不可能是在澳大利亚生产 还是有可能在澳大利亚生产 然后透过水货的通路 去回流到日本 那不管你从哪里带回来 最主要是你看那个罐头 应该清楚写明生产地在哪里 那就不用猜了吧 日本人这方面应该是老实的 是啊 假如按照这个很难说 因为按照我们以前是相信 日本人是老实的 可是最近几年觉得怪怪的 甚至在 不老实了吗 对在日本有人很刻薄的说 我们日本人也越来越汉化 中国化了 很多的东西 生产假东西 食物不卫生 食物过期的面包 也在卖在日本 我们看到了新闻是不敢相信的 所以这个奶粉是发生这个事 日本政府是说有一个说法 说没有超标 每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 按照我们日本那么严格的标准 那是安全的 没有超标的 所以这个事情还在要 很多材料我们还要再去看吧 对 最近很多人 内地的朋友讲叫孔日 就说到日本旅行 都说现在不去 我是觉得这里边是爱国的成分多 科学的成分少 这一种情绪 因为你看香港报道了 它就算是那个地方 什么奇遇市 生产的这个奶粉 就算是有问题的 吃一年 等于照两次X光片 是吗 就是这么 这是科学 这个算是超标的 那这功力还比不上 咱们那个PM2.5呢 是吗 但是但是人家已经做很大的报道了 但当然了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这几年内地这个对欧美啊包括日本啊都有一种这个不从洋没外的一种一种一种情绪 那么这个情绪其实也蛮值得意义的 我我我最近有一次吃饭在香港有 深圳有朋友过生日去一桌上好几个美女 哎呀 你没去 美女是最重要的 美女 可是他们讲的话使我就是非常不理解 我也两个 我我我值得转述一下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说法 就是比方讲到日本啊 这个时候到日本送死去啊 等等等等就这样讲 那这无所谓 但其中有一个这个这个女生就很很认真的讲 她说我不爱出国 我不爱出国 那旁边几个人说你为什么不爱出国呢 她说 她说为什么要出国呢 她国外好东西我都有了 我一想他们就说她开的车是宝马 全来家里了 那个晚上泡巴们喝XO 那法国的酒 身上用的古奇包的意大利的 她就她问我还问我呢 她说是不是德国人看到开宝马的也很羡慕啊 我说是 我说大部分的德国人也开不起宝马 对不对 所以你要在你在法国你拿个LV包满街也是很少的 这就行了 我好东西都有了 我为什么要出国呢 然后这个他们几个人就有几个就觉得不大同意他的说法 然后就眼睛看着我意思叫我讲一点什么理论 我讲不出来 我只是说你的看法有你的道理 但是反正要做你的家人呢 就没什么趣味了 哪像人家徐老师哈 要把这个地图上所有地方插遍他的小红旗 对吧 他旅游啊 每年他善用他的假期一年要去一个地方 他就看地球上还有多少地方还没被他殖民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有这种野心啊 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我一定要去 后来年纪慢慢大了我的想法完全相反就想说那地方我没去过 可是世界上我没去过的地方可多了 还不欠这一个不插这一个无所谓我都没去 所以我经常去旅行啊 来来去去去同样的地方 像我刚刚前两天就去宋史 我去了东京 去了东京四天 可是也蛮好玩的 当然看到哈 在街头到处都是讲 我们离他远一点 辐射 辐射 你很辐 到处是讲普通话的人哈 好多啊 讲汉语 然后讲广东话 到处都是 还有还有韩国话特多哈 然后也蛮好玩 东西该吃的 我一样都没有小吃嘛 狂吃 然后好玩的看到他市面上蛮多商店 卖三文鱼 是标明说我们是从挪威来的 从丹麦来的 可表示说有部分的日本人他还是怕的 他自己都不敢吃 三文鱼挪威是本来就是最好嘛 他那个峡湾是出三文鱼 因为我以前去常去没有注意啊 他现在我看不懂欲文 可是我看到他写一张很大的海报 那表示说他特别强调 我猜他是说里面不是本国的 所以你们放心吃吧 然后看到路上当然还是很多人戴着口罩 出路上班这样 你感觉虽然说大家还是要生活在那边 可是心里那个阴影你说没有吗 不可能的 你看他还有那种焦虑跟紧张在那边 你看我跟你说 我倒觉得你就说住在中国的问题啊 还是有一个就是连信任系统都不信任了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日本吧 他至少还认是吧 要真有问题啊 当然他抗日战争他不认是吧 这大家不说 比如说你就在中国 我就觉得你看我呀 我不会做饭 我不会做饭呢 那么我吃两种东西 我可以给你们透露 一种东西呢 我就是叫外卖 叫这个餐厅的这个外卖啊 好 那么他们北京还挺好 送里边有几十家这个餐馆 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 我不知道从哪里啊 得到一个数字 就是一半的餐馆是用地沟油的 对 好吧 这种送餐你就很难保证 那么对一半的餐馆 尤其是送餐就用地沟油 于是我能怎么挑选呢 于是我就把原来我挑最便宜的 但是现在呢 我就按价钱 把最便宜的那一半cancel 然后贵了这一半呢 我也就发现很讨厌 我好像今天发现一个菜 很好吃 我就第二天 我这个人呢 就是一喜欢吃什么 一直吃到腻为止 天天吃 对吧 所以我就有机会发现他变 中国的一切 包括饭馆的味道 变今天很好吃 明天我点一样的味道变了 然后 比如说我喜欢吃一个这个油麦菜 蘸这个麻酱芝麻酱 这么一个东西啊 蘸了很好吃 第二天的芝麻酱 只有第一天的一半 我就说这个讨厌呢 你知道吗 就中国 我就说你看 他不像人家英国 英国人家的餐馆 不好吃就不好吃 永远不会变 对吧 他永远都不好吃 如果这个你完全就摸不着 我再吃一个什么呢 我过去还给他们到处传扬赞扬 就是湾仔码头的水饺 我觉得好吃 那个不变了吗 比我们自己家里包的还好吃 你说在北京买的湾仔码头的水饺 对啊 到处都一样的 到处都一样的吗 塑料封的 我四个花样啊 星期一煮着 星期二煎 星期三蒸 是吧 还能做锅天 我觉得比我们家包的都好吃 他以后应该给你免费做这么大广告 不是啊 他话还没讲完 最近的新闻徐老师没看了 湾仔码头水饺名列其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问题 又出来了 然后他们说呢 说这玩意儿啊 这个煮高温30分钟就可以灭杀 不可怕 可我一想 他就煮5分钟 就30分钟 当煮烂了 3分钟不要煮成什么东西了 对 我告诉你 我还是吃湾仔码头的水饺 因为我就觉得 这就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 算了吧 就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一种 我的哲学跟你一样 我的哲学跟你一样 因为你想到底这样 奶粉OK 有问题 就是多招两次 你说地沟油 我这个送餐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 你不是说怀疑了 估计大量都是了 但是后想 咱千千万万的同胞 不每天也在吃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 这地沟油都到了什么呢 国家制定标准的部门 发布这个变洒英雄帖 请人民群众给我们提供 鉴别地沟油和这好油的区别的庙方方法 还有还有标准 不是他辨别不出来了 他辨别不出来 就是工艺水平 我觉得用我的方法最好 我最安全 我在中国大陆北京 不吃东西 没有 我还是吃 我什么都吃 可是我从来没吃到地沟油 因为我就问他们 你有用地沟油吗 他一定说没有 没有 放心 我有放胃经吗 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不管 我问了 我比较安心 所以他拼我 我还是幸认他 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风景点 看吃油墩子 你知道的油墩子 那个锅旁边就挂了一个牌 坚决不用地沟油 写得清清楚楚 相信了吧 没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这现在啊 就是为什么你吃这个吃那个 你什么都不放心呢 因为啊 你要是生活在那么一个国家 就是钱是最高价值观 钱是最高价值观 钱是宗教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的 行行业业 见见事情 你买东西就是授骗上当 可以这么说 因为每一个人呢 就是想着 怎么能 你看啊 叫抢钱 过去这个艺人出去演出 叫走学 对吧 江湖 就江湖艺人的说法 现在都不叫走学 现在叫抢钱 他就完全是抢 所以你知道 我就今天老实讲啊 我对中国电影 人都不佩服了 过去这个电影导演的啊 在我心里是比我高很多 很崇敬的 有梦一样的东西啊 可以跟女演员说戏嘛 没错 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现在我发现 他们就剩下给女演员说戏了 你知道吗 这个他也可以 对啊 这事我比他聊得好啊 要说能说到高潮 没错 我是没他这机会 要不然咱聊聊试试 不因为为什么呢 我现在看中国电影啊 就像防着一帮骗子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不去中国电影院 我不去电影院看 我就事后买碟 买了碟 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 我现在像守财奴一样 在算计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是这么样的金贵 但是一个碟吧 我看着一帮中国电影的碟 你知道我每天的心情啊 我能挑一个小时浪费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帮骗子 有时候能碰对了 哎 这个不错 这也没骗我 大部分是骗子 找航家先介绍一份 一看就浪费了时间 但是呢 有些吹得那么大 又要去看一看 对吧 就是这种 我就觉得我看着 这对中国电影的碟啊 我就像看着一帮骗子 我怎么能够 在没看的时候鉴别它 不让它花我的时间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用多重的这个价值观 你如果看到好的片子呢 你就当美学欣赏 你看到差的片子呢 就当社会现象批判 因为 你用不同的价值标准 来看不同的片子 我骂他们 我就是自己也不例外 我已经发现了 不管什么行业 就不就拿以我做例子 价值观开始在改变了 就说过去说咱们这个艺术 或者说咱们追求 现在啊 我真的是觉得 徐老师就是昨天 我们刚谈了一集话题 我发明了一种病 我可以给你看一看 这个 这种病 咱们导演给看一下 我发明了这种病 这个时代病啊 叫可前症 首先我就患上了 可前症与恋悟病 你再看下一章 这是宋欣给咱们找的 他的理想 咱们节目主编的理想 理想国 对 理想国 这是他的乌托邦 你看到没有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感觉就是 很多行业咱有时候接触它深了 我就发现了 你没有大家把他们抬得太高了 你觉得理由是哪里了 因为我觉得爱钱 疯狂的爱钱 好像饥渴的爱钱 那是我们都看到的 甚至参与其中 别的国家也是啊 很多国家都是啊 没有 现在根据文涛的说法是 爱到发疯啊 有怪批的地步 可前症啊 对 它变成一种症 用病症 那既然你说它是病 睡在那个房间里 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没有 既然你说这是病的话 总有病因嘛 病因是什么 让人家那么爱钱呢 我觉得说会不会显示一个表象 要结果 病因在于说 我们都非常需要自救 救济制保 因为当整个 我们刚前面说到哪一份 什么都好 整个信任系统崩溃的时候 地沟油 所有事情 不管吃喝玩乐的 还有生活上的 还有工作上的 几乎没有东西可以信任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 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信任 余下来就信任毛主席了 对 除了毛主席 对不对 就敬祝他万寿武将 对 那就两个嘛 毛主席跟你自己 你就信任自己 自己怎么办呢 那在这种世界 那极有其中一个病症 这是其中一个 病症就是要钱 你这个病看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 一点我都不会怪 一个电影导演或者是谁 我也不怪我自己得了这个可签证 你知道吗 我那样还有同事给我告证 跟我们领导说 说文涛最近想钱想疯了 我说呀 哎呀这个 所以我说啊 这个朋友啊是没用的 有时候敌人更有用 他我还不好意思跟我领导讲呢 我就盼着有人跟他们说 你知道 为什么我就跟你说啊 就是 为什么挣多少钱都没够 我告诉你为什么 好吧 那你先说 你先说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就好比啊 我现在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就希望呢 就是说 比如说将来 我到了老年 我能不能完全不麻烦 后代或者亲戚 就是咱们断绝关系 我不喜欢搞得太近 对吧 我从我自己对中国人家庭的观察 我自己有这么一个雄心 我说将来我到老了 我能不能做到 不管我怎么样了 我预作安排 不给任何一个家人 添任何累赘和麻烦 你现在的能力就可以做到 怎么做 你现在房子就可以做到了 什么房子 现在自杀就做到了 如果我中风了呢 谁照顾我呢 你明白吗 谁伺候我呢 我怎么能得到 比较好的服务 我又不麻烦别人 你知道在中国 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他就会让我感觉 你的意思是可前 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这也是他刚才的一种诊断 你有什么诊断呢 一个是要竞争 我的诊断是 背后的原因我们都知道 因为社会不公平 因为变化太快 因为我们对将来 缺乏安全感 但是直接的原因是 因为男人都是为了女人 恋钱需要钱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女人 徐老师最近有点 不是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基本上都是这样 人要钱呢 就三个境界 一个是为了生活 那就弱势群体 为了每天生活 第二个境界是professional 专业就像李嘉诚这样 他钱已经不是为了用了 是一个工作 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 但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男人 其实赚钱 基本上都是为了女人 那同性恋怎么办 同性恋嘛 为了男人 为他的爱人 为他爱人 没完没了 永远你是不够的 更何况是你 假如你还有多的话 那你就更不够 所以基本上 世界上大部分的钱 是女人花的 而且而我最近还写了个博客 因为你知道女人吧 我写了博客是这样捨得 女人吧 她看男人吧 主要就是看你有多少钱 她不问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比方说我最近碰到一个事情 有个女的说她认识了一个上市公司的主席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她那个什么上市公司 她那个上市公司做什么的 她说贴牌公司 我说什么叫贴牌公司 就是说她在深圳生产电器 生产什么样的牌子的电器 她什么牌子都没有 但是你要贴什么牌 她就帮你贴什么牌 你明白你要做松下了吧 你要做iPhone了吧 你要做什么 她全可以做到 她就卖到全世界去 那么我们当时一天 那不那不造假公司吗 对不对 我说那你这靠谱吗 你这个靠谱啊 上市了 你明白吗 而且另外一个 我听到跟我 就是在那个饭桌上 我没讲完的 有个女的吧 她说她有三个追求者 一个是 一个是像嘉惠姐 海外回来 现在在大银行里面 做高管的 另外一个是在 自己本地做电子 做商业 那都很好啊 可是她爱的是第三个 那第三个什么 是个村官 村长 你明白 所以我们男人都不懂啊 那为什么 因为她后来据说 她自己没说 旁边的人就说 睡觉都没睡 就送一保时捷 村长啊 可是始终 你说为什么可钱 明白了吗 哪个村的村长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反正这个徐老师 也够坦白的 对吧 我是了解 他的钱呢 都用在两个女人身上 一个是他的太太 一个是他的女儿 是吧 听说的 我是本来没什么钱 但是问题是 男人看 女人看钱 就像男人看女人一样 我写个播就说 男人看女人漂亮 不问原因的 你不会去想 他为什么漂亮 还有我们在网上 看到有名的人 我们只看人有名 我们就追 也不问他为什么有名 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官 我们只看他权力大 我们也不问他为什么有名 背后还是会骂他们 我觉得说爱钱 就像我们同意 全世界都太多人爱钱 我觉得在中国反而 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爱钱 一种是怕穷 怕穷 我们当然两个东西是有相关 为什么那么疯狂的爱钱呢 我们太怕穷了 为什么怕穷呢 因为在中国普遍来说 整个社会福利制度 可能还有一些毛病在 还有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当你被认定为穷人的时候 你所收到的不公道 不友善的对待 是如此的可怕的 可以没有底线 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怕穷 而爱钱 本身我觉得因为我 我也碰到太多太好的中国人 他问那个钱 真的不易之财 他是不要的 不管是男是女 假如我们都说 中国人爱钱什么什么 我觉得太对不起 那些好的人 对这也很重要 可是说太多的人 包括我 假如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我在想象 千万千万不要做穷人 做穷人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美国生活过 我们知道 好像有个底线在 不要说社会福利的保障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尊严的底线 中国这个种种部分 没有的 甚至所谓的猪狗不奴 我们怕穷 我们当然叫无穷无尽的 就求钱 我觉得这两个心理 可以分开来看 我想大概怕穷跟爱钱 还是两拨人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两种不同 而且你讲那个怕钱 我非常理解 地沟有可能是怕穷的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那个是爱钱的人所谓的 是贪的 贪的 贪的 贪的